你現在認為教育台到底是我們、日本、中國大陸,這間台你有什麼看法? 我的看法很簡單,教育台是射於日本,跟台灣不一樣 跟台灣不一樣是因為台灣跟琉球,以前日本時代、日本統帝 對他來的旁邊跟他的北邊是很好的市場 所以像雷人的市民和琉球市民都可以去那裡捏魚 捏魚之後這個事情本身不是我自己說的 你如果去找台灣總統府,魚也報告,魚也報告來這麼多 那時候這個琉球的人來捏魚,沒辦法再躲回去 為什麼?你回去哪下?沖沖了 所以都住在街欄比較多 所以琉球政府,尤其台北政府,所有有關的魚村、魚民、對於魚台的魚庭的事情 尤其你管是這樣開始 所以台灣人習慣上,多人都去那裡捏魚 捏魚中間,你戰爭的時候,然後對於對於美國去那裡捏魚 你如果將去,你沒有那個觀念 所以台灣的教員有去捏 但是,做到美國的時候 這個琉球,像日本嘛對不對 像日本之後,台灣跟日本就分別 它一個國家,台灣變另外一個區的一個國家 這個中間,我們要去那裡捏魚 它就用海上警衛隊來作動 那時候我差不多是副總統和總統的時代 那時候就開始跟日本人要求 你應該習慣上台灣的魚庭 這個釣魚台的魚庭 應該就給台灣的人 這個魚民 有辦法去捏這條 以前的,台灣的魚民全世界都去捏魚 譬如說去阿根廳、烏拉貝去捏魚 有魚跟小魚,那裡要怎樣 那裡要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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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你就國家跟他討論 像這個太平洋這裡 這個什麼島 這個地方的魚館 我們每年都去捏魚館 買魚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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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魚館去捏魚 這是習慣 習慣法 跟我們吃水一樣 這條蚵 你吃一部分 我吃一部分 這就變成水館 習慣法本身來確定 OK,好